台中十八号发生了杀戮茶馆枪击命案 最新的侦办进展 检防下午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相验 为了厘清死者身上有多少的弹头 还特别向法医研究所调来全台唯一一台X光真防车 另外案发的杀戮茶馆在脸书po出了公告结束营业 震惊社会的杀戮茶馆枪击命案案发后第四天 仅仅下午来到殡仪馆对死者遗体进行解剖相验 死者家属守在一旁 检警为了厘清死者身上有多少弹头数量 特地还从法医研究所调了这台 唯一的X光真防车要彻底查个仔细 我们现在会针对死者身上的一些伤痕和弹孔进行监视 已经从台北出动了X光车来做这精密的检查 所以那详细的检查结果可能目前还不方便透露 枪击命案造成一死两伤 其中两名歹徒更是持长短枪朝死者近身连开26枪毙命 事发的茶馆脸书上也贴出了公告要结束营业 茶馆营业至今短短半年案发后紧急贴出公告 对消费者还没使用的餐券将会回收退费 如今歹徒还逍遥法外检警绷进神经不敢大意 一方面抽丝拨紧一方面布下天罗地网 要尽快将凶手代步归案 借赞赏和胜券 太多不道